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slip cables 我們在香港力道直男性停行 駱是加密派 隨機踏永 ��를越來越豐富 繼續修復 由82年7月2日起 所有进入香港的前越南居民 都会被扣押在禁闭营 如果你们不离开香港 就会被无限期扣押在里面 不会获准离开 也很难有机会移居外国 但是现在你们还可以自由离开香港 如果愿意继续行程的话 我们可以协助你们 对于以上的警告 可以说全部进入香港水域的越南难民 都无动于衷 他们抱着既来知责安知的心理 即使要扣押在禁闭营 都进来香港才再算 夏天是逃亡季节 每年由5月开始 就陆续有越南难民 由水路来到香港 实施禁闭营政策以后的10个月里面 总共就来了4387个难民 经过水警截查 选择流港的越南难民 就会送到西区检疫站 如果他们的身份合乎难民资格 他们在检疫站停留24小时 接着就会由水警送去芝麻湾禁闭营 外国接收难民的限额 自从80年升到最高点以后 一直大幅下跌 而难民抵抗数字就一直持续 他们逃亡的原因 要逐渐由政治迫害 变为经济因素 所以港府希望借着禁闭营 这种价合乎人道的方法 去阻嚇越南难民 继续涌入本港 根据估计 越南难民海路逃亡 只有五成的生还机会 庆幸生还之余 他们又怎么想到投奔自由来到香港 竟然又会被扣押在禁闭营 开始另一种失去自由的生活呢 新到的难民 首先要入住检疫创 隔离五日 同时接受陈教处人员搜查 包括搜行李和搜身 目的是防止他们攜带武器 或者违禁品入营 至于难民的财物 就会由陈教处代为保管 直到难民移居外国为止 事实上 由入住禁闭营那日起 这些越南难民 就在陈教处人员的监管下生活 曾经有人批评 芝麻湾禁闭式难民营 类似战犯监狱 究竟是不是呢 我们的採访队伍 由陈教处公关人员陪同 特准进入禁闭营里面拍摄 或者由这些难民 在营里面一日的生活 我们多少能够了解到 部分的实况 芝麻湾禁闭营分上下营 下营绝了二千多个难民 总共有十间升铁搭乘的单层营房 每营放了四十四张三格的碌架床 以家庭做单位 安排二百五十个难民入住 平均每两个难民用一个床位 每朝六点半 一经陈教处人员叫麦 难民就要起床 摘皮 洗面 然后回仓集合 等候点人数 陈教处人员也在这个时候换羹 日间最终有四十五至五十个人当值 而夜间就有十二人左右 陈教处发言人一再强调 除了小部分高级督导员 是陈教处受过正规训练的政府雇员 全部负责看管难民的督导员 都是特别为打理这帮难民聘请的 他们只是陈教处的合约顾员 在难民营受分两个星期就加入工作 从未学过怎样监管监犯 所以并不会用处理监犯的方法去对待难民 早上七点正 陈教处人员就入仓点人数 目前资民湾禁闭营上下营 总共住了大约三千个难民 十四岁至三十岁的难民 大约占了一半 六十岁以上的只有二十人左右 他们需要五个五个坐在床边 方便点数 很多时只要其中一个难民蒙头大睡 陈教处职员就要花不少时间点圆又点 直至合数为止 负责厨房工作的难民 每朝四点半就要起床煮早饭 营内的膳食 由越南难民自机出任厨师 国志员最二月在派发时间 今天派发秩序是大街工作队 一舱六舱三舱二舱 一街工作队是七舱八舱九舱十舱 今晚到饭头看电视的舱数是七舱 早饭是上午七点半 而下午四点就是晚饭时候 难民依照程教处的分配排队轮候 今天住在一舱的难民轮仙 明天就排最后 如此类推 所以难民都叫排队拿饭做轮仓 他们以饭票为牌 吃一餐饭就打一个洞做记号 根据一个住营的社工说 难民不习惯手跌着 即使在程教处人员监管之下 也都不时有人打签 甚至改饭票 同时难民之间 南北越分派诸多误会 有些难民还说 负责派饭的人 分饭分送的时候 特别照顾自己人 但是程教处人员表示 这个可能性不大 而且我们拍摄当日 也都没有以上的事情发生 可能是有程教处的人陪同有关 两餐饭一餐粥 平均费用是每个人 每日六个六人钱 住在金币营的难民 每人每日的生活费 包括三餐的膳食费在内 是二十六元 这个数额 还未计使用土地 以及兴建营房的费用 总之 自从金币营开办以来 港府用了接近六千二百五十万 在这批难民身上 其中包括为三千几个难民 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由两个医生轮流住院 另外又有四个护士协助 同时也都有住院的设备 早饭之后 八点钟开始 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有其数的难民要到球场集合 等候分派工作 所谓其数 难民是只可以换取工资的工作 陈教署为了减轻人力负担 又为了让难民消耗精力 而里面一些清洁和简单的维修工作 都拼请难民出任 不过难民不可以领取现金 只能够将工资换取所需的物品 难民参加工作 纯粹属于自愿性质 陈教署没有权强迫他们 目前 营内大部分色灵劳动的难民 都没有任何工作 难民虽然说 扣押在禁闭营 但是在营里面 他们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就算有难民中意 在树下面坐足一日 也不会有人干涉 为了帮助难民打发时间 金碑营里面 设有各种语文班 例如英语班和广东话班 由陈教署负责统筹 至于七岁以下的教育 就由志愿全体负责 金碑与外势隔绝 不工作不上科的难民 日子实在不容易打发 唯一可以点序下他们 平淡苦门的生活的 就是访客的光纜 芝麻湾大约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访客 大部分难民都很清楚 在有访客参观的时候应持的态度 他们寄望令到外国访客楼下好印象 是会提高移民的机会 不过平时即使是没有访客 大多数难民都习惯向 程教署的职员行礼 有人会将这种行为分析 做对权势的屈服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程教署的职员在难民心目中 是代表权力和法纪的 如果难民企图逃出禁闭刑 程教署职员可以用武力制止 如果难民打架生事违反盈规 程教署职员有权惩罚给你 最高的惩罚是运在隔离单位28日 以及取消福利三个月 在三千个难民当中 男的有1784人 女的有1234人 半数以上的平均年龄是25岁 他们一起扣押在禁闭刑里面 而且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 程教署了于男女难民的 身心发展以及社交生活 都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照顾 驻型的社工说 禁闭刑内男女关系随便在所难免 自由何家 强化得禁闭刑的难民和外界沟通 只能够透过书信的来往 寄去越南的信件是不限次数的 而寄去其他国家的就限一个星期一次 那些难民讲 同时经驻型的社工证实 难民寄出的信件必须开口 联合国难民专员工处的法律顾问 也都承认有这件事 不过依照首席助理保安司的解释 难民寄出的信件必须开口 只是为了方便程教署 将有关禁闭刑的存单附纪 让难民在越南的亲友 知道香港对待难民的新政策 已受阻吓作用 芝麻湾禁闭式难民营 似不似战犯监狱呢 相信这件是见仁见智的事 无可否认禁闭刑政策 是阻吓越南难民继续涌入的一种 比较合乎人道的方法 运在里面的难民 也都对记者表示 香港政府已经很人道了 这里够食够治 好过越南很多 自在禁闭刑 没错 没自由 没人权 精神受到压制 不过 我想暂时成的 我们知道在逃亡的时候 可能会是在这个海面死了 或者是被人捉到拉去坐牢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后悔 是就不是很喜欢没有自由 但是这件事 慢慢可以习惯的 如果外国不收我们 就留在营里面 这里虽然被人困住 不过 怎么也自由过在越南 不用早就已经有一食了 夜幕低垂 日浮一日 每晚十点 又是难民入冲 睡觉的时间 11点关灯以后 除了间中传来 呈教处人员 秦耕的脚步声 难民仍奈 一片死寂 起灵州是一个不设防的监狱 在这个远离陈骄的孤岛上面 除了困住戒毒犯和青少年罪犯之外 还扣押了三百八十几个越南难民 难民和囚犯之间 并没有铁网分隔 扣押在起灵州的难民 全部是十五岁以上的单身男性 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年轻 有些还有凡事纪录的 他们脚身逃亡来到香港 因为没有亲戚在外国 又缺乏谋生的技能 移民外国的机会相当微 又因为很多移民了去外国的行为不检 以至更加减低西方国家 收容他们的机会 在禧陵州 负责管理这些单身越南难民的工作人员 目前仍然由陈教处 十部管理监犯训练的职员冲任 三十几个陈教处职员 对三百八十几个难民 他们会小心留意难民的一举一动 提防他们集结 或者因为磨擦而引起情绪激动 目前这批难民入住的刑房 是曾经用来扣押监犯的 窗门装有铁支 窗门加上大铁闸 晚上八点难民就要入仓 大门立即锁上 起山 先生早上 起山 先生 早上 早上七点 難民出倉之後,大閘也會立即鎖回 難民不可以隨意進入倉內 根據程教處發言的解釋 日間鎖閘是防偷竊的事情發生 一直以來,在令元州的難民都沒有任何工作 他們大部分的體力都會消耗在籃球場上面 為了幫助他們打發時間 程教處最近才為他們安排工作 但是做不做工作呢,就完全視乎難民自己 照實地觀察,願意參加工作的難民佔好少數 皇后要程教處職員再三督促才肯動手 工作態度散漫,又不聽革 將單身男性難民集中扣押在一個地方 無疑是方便管理 不過似乎就忽略了這一批年輕人 身心的發展和需要 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會擔心 將難民扣押會造成不安情緒 容易爆發暴亂 對於喜寧州困住的三百幾個單身男性難民 甚至有人形容為計時炸彈 這些難民和其他囚犯一樣混在島上 自由度有限,很容易將自己認同囚犯 而且營裏面的生活,無聊苦悶 缺乏家庭方面也得不到適當的發洩 再加上移民 無望,前路茫茫 這些難民精神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困擾 是無可置疑的 天氣滿熱,情況可能更加壞 好悶,真是好悶 情緒好不穩定 天天坐在這裏 如果永遠要我混在這個營裏面 我真是瘋都有份 我們完全沒有罪的 走出來尋求自由而已 這樣混著我們,實在很難抵的 都沒有辦法安排時間 甚麼都要得到職員指示 又要過獨生生活 混在這裏 一年幾個月就可以 長期就不行了 怎樣忍呢 他們是難民 就是一個名稱 但是他們是人 好像我們這樣 都是人來的 譬如我們沒有自由的 經常坐樹 也都不知道我們的前途是怎樣的 那你猜我們會不會 有時候好像很煩 有一點點那麼多東西 我們就會爆出來 這班人他們在裏面 他們就又搞事 現在他們有幾千人 你無言你裏面的工友 有幾百個 他們那些人狂起來 你怎樣教他們鬥 沒有人 沒有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程度 在任何人 這是一個程度 這些年輕人 尋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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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實會明白 是非常非常可能 如果它沒有來 一大股的感受 一大股的感受 會發生 這群人 在裏面 尋找人 我們知道 把人一起的大股 是一個危險 是一個危險 人 誰當然是 要發生 會被傳染 到另一位 尋找人 少人 主要是 金碧營政策實施了已經有十個月了 對於金碧營裏面可以預見的各種問題 我們希望正如保安科的發言人所說 能夠防範於微熱 但是實行這個政策之後 在阻嚇越南難民繼續湧入本港方面 起不起到任何作用呢 如果營裏面的生活太過苛刻 相信一定遭受外界肥熱 如果推行得太溫和 又會不會跟定定這個政策的目標背道而馳 港府有沒有考慮過將金後逃亡 香港的越南難民遣返越南呢 我們會說從一旦到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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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 但讓我提示這就是一種的選擇 对付继续逃亡来香港的越南人民 目前港府有什么新对策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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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